嗨,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今天要去给大家讲的是关于在派圈里面 现在闹到大家比较去热血沸腾了 有很多人都说在派圈里面派币没有让我们赚到钱 但是其他的生态让我们赚到盆满钵满 让我去聊聊关于派圈里面 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么在这两天当中呢 有很多的派先锋去跟我私信啊 让我去了解一下关于现在在派的一个派应这个名文 让我去看看关于派Network的名文 他们的一个成长啊 以及他挣钱的一个逻辑 或者说他们已经挣得盆满钵满了 让我去看看带动生命的人 更快的去加入到这个派的名文 那好,这一点呢 我首先就说不做任何的反对或说支持 我要表明了我个人的态度啊 就是说关于派影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以前没有了解过 关于派影是背后的是谁的团队呢 我也没了解过 那么我今天就单独去以我的个人看法去看一看 那么关于派影呢 我也是没有参与的 那至于以后会不会参与呢 我想必来讲的话 还是按照币圈的逻辑来讲 就是石油战神 什么叫石油战神呢 就顶多了去投石油去看看 或者说甚至呢 看了之后就一分不投 那么这呢不是说我对一个项目看好与否 而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讲的话 我的投资有我个人的一个策略 那么只是说大家让我去讲 就证明说这个东西是大家所要去需求的一个信息 我把这个信息呢以我个人的观点把它讲述出来 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 你该怎么做的还是怎么做 只是说我把这里面的一些事情呢 讲解出来让大家知道 那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派影的网站 派影的网站里面呢 他讲的说是派圈人专属名文 就是在派电特罗克整个圈子里面的 也就是说利用了是派电特罗克整个私域流量 派影是第一个在比特币网络上部署的 BRC20协议的派电特罗克名文 那好这句话有点拗口 这呢我以前就给大家讲过 可能是中文区的一个生态者 或者中文区的人建立的 因为在中国呢比较愿意去用一个非常大的 什么第一个啊 什么非常厉害啊 以第一来去居称 其实实际上我们如果说按第一来居称的话 有很多我们都可以讲清楚了 加上无数的标签之后 他就变成第一 那以前我跟大家讲过说 关于百度呢 百度就是什么 全世界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其实说实话 因为百度在中国是最大的 因为他讲的是中文是最多的 中国人说的中文当然最多 因为他人更多 所以说他加上全世界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那所以说他就变成第一了 所以说这里面呢 他有一个语言陷阱 这句话是事实 他确实是在比特币网络上面 第一个部署的PiNetwork的名文 那你说以后有没有名文在比特币网络上面去部署啊 那当然有 有非常多的BRC20去继续部署 但是还是不是以PiNetwork这个名文信息去做的呢 那就不一定了 有可能以后都没有了 那好 这呢 它是由社区去自治去共识的 背靠全球5000万的活跃先锋 是BRC20上面的一个共识命名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关于它是一个命币 命币的名文 我们知道在命币呢 它是代表魔音 就是说它的实际价值呢 是没有等同于现实的一个应用逻辑的 它仅仅是作为一个娱乐形式去存在的 像明币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狗狗币 那么像死币 那么像后来的一个baby dog 是吧 这些都是属于命币的类型 还有后面的paypay币 也是属于命币的类型 那么这些命币啊 我们感觉起来它的发展都非常非常不错 但是这些仅仅是头部的 我们知道的 而那些没有做成功的 死去的命币啊 也是大把的存在 那么我们在这里 不能讲这个py是死还是活 那在未来过程当中 谁也不知道 那么它有没有潜在的价值 大家也不知道 关于命币呢 它就是说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娱乐的作用的 那好 接下来我们下看它的一个内容 关于py network的 它讲说py network呢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是诞生在斯坦福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多少活跃先锋 那么是怎么怎么样的啊 有一个使命 先把py的这个给讲出来 那py讲完了之后 它就讲到它的愿景 它的愿景是在比特币上面去部署的 BRC20的协议 在py network的名文 由社区自发去共识 背靠全球5000万的活跃先锋 那么是在BRC20上面去共识的一个 命币的名文 那好 它接下来就讲了说 关于这个 BRC20的概念 它这里先看一下 它是怎么写的 它讲了说BRC20是 比特币上面的一个 token发放的一个标准 那么这个token的发行标准 它是ordinos的一个协议的 那么它规定比特币上面 发行的token名称转造 等等 在2023年的3月8日的时候创建 那么是由这个人创建的 那么创建的协议名单 叫ordinos 那因为比特币的总量是2100万枚 而1亿枚呢 又可以分为1亿充 也就是说satoshi 是比特币最小的单位 累积呢 就是2100万亿个充 那ordinos是由比特币的社区开发人 在2023年1月份的时候推出的 它呢 是用satoshi的一个编码 去给每一个satoshi呢 进行一个序列 那如果说给每一个satoshi 进行了一个编码之后呢 也就代表说 它可以让你的satoshi 和我的satoshi不一样 其实在比特币最初的 中本程度运渐渐来讲的话 它是讲的是点对点的 一个电子货币交易系统 那么这个点对点的 加密货币的交易系统来讲的话 它就代表说 你的比特币和我的比特币 应该是一样的才对 就是你的钱和我的钱是一样的 是等价的 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一个兑换的 那你对于这个Ardelos上面 去打了这个戳之后 把它这个编码打上之后呢 就代表说 你的这个充就和我的充 就有所不一样了 有可能你的充写的东西 或者说你更有出名 你拿到这个充上面写的东西 比我写的我不充文明 那我的充可能就没有你的充贵 所以说这本质来讲的话 它是违背了中本充的一个意愿 那当然在比特币社区里面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争议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讲 关于这个pying的一个逻辑 然后他这里讲的说 他就是给这个SAT写出信息 比如说图片文字 音频等等的 那么成为一个名文 而今名文是透过Ardelos的协议 去写到每个SAT创建的 那么该名文是按照一个 统一的标准协议 那么去进行到Mint 那么其实这个Mint呢 是主要来源于 以太坊的这个专业术语 在比特币里面呢 他们就叫做是明客 其实我觉得整体而言的话 比特币的这种方式呢 比较去符合这个明客的一个说法 那么其实我们在创造NFT也好 还是说关于在铸造NFT 还是说这种明客也好的话 那其实用明客的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铁合于现实的 那么明客呢 讲的是既有了一个载体 我们把所有的信息啊 刻录在上面 那么这叫做明客 那么可以去生成同质化代币 也可以在链上去发行这个token 那么称之为BRC20 那么其实他就讲到说 比特币呢 他最早是不具备有这种智能合议啊 但是现在被这个Ardelos协议 打上之后呢 那么他就可以进行智能合约的一些事情 那当然在Ardelos的这个协议上面去做一些 生态的话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慢的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非常非常安全 因为他毕竟来讲是搭载在比特币的网络之上的嘛 Ardelos协议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关键词叫做明文 明文是通过在充上面去刻录信息 创建比特币网络上面的原生数字产品 那好整体而言的话 他这里讲到一个BRC20呢 是非常简洁明了的 那所以从他这个简洁明了的表述当中 我们就知道了 那这个主要的搭载载体呢 他是在比特币网络上面的 他只是以Pineinterwork的形式 在比特币网络上面去做了一个Pine的 一个非从事化的生态出来 或者说他这个币就是从哪里出来的 那好关于在下面呢 下面他就讲到说他的这个白皮书 那他白皮书里面还是比较简洁的 那我们去看一看过一过好吧 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他的由来 由来呢 他是在2023年11月9日的时候 去部署到Bitcoin网络上的 由Pineinterwork社区去部署发行的 2023年11月10日的时候 全部部署明课完毕 那么成为明文圈里面 第一个24小时就完成的一个明课项目 其实这个时间呢 其实以前大家如果说做过这个NFT呢 就比较的清楚 这个时间呢 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 你可以在一分钟就可以做完啊 或者说你在十分钟就可以做完啊 就根据你个人的这个体量和你个人的一个数量 你直接去课就行了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出啊 有几个观点点 就是社区用户部署发行的 那和Pineinterwork有没有关系呢 他答案是没有关系的 好吧 那Pine的全程是Pineinterwork 因是creepers因识 每个单文的因词的前两个字母的合并 那就是说关于Pi 这前面两个和后面的in 进行合并那就形成了Pine 那他就是说了是一个Pine 正好契合了Pine的名称 那么为了去增加Pine前的一个财富增长之一 那好 Pine的但是呢 是被靠B2C20的协议 和Pineinterwork背后的一个社区用户 去共同创造的 那B2C20啊 是下一个加密货币流失的发动机之一 Pineinterwork会是下一个加密货币的新读角色 所以说Pine呢是非常非常的一个OK的 他讲说Pine就等于Pineinterwork加B2C20 所以他这个愿景呢啊还是非常的棒的 就是说至少来讲他能够把这个理念讲得通 讲出来让你们去信是吧 那好 这是关于这一点的 关于他的经济的代币模型呢 Pineinterwork总共呢有1000个亿 以Pineinterwork公联发行的这个PiCoin的总量为一个标准 那么张数呢是10万张 每张含100万个Pi的名文 那所以1000个亿言就等于10万张乘以100万的每张 那好 这里在关于他的经济模型 那关于未来的发展 未来发展关于第一个阶段 就是说随着B2C20协议在swap上面去上线 那么Pine呢可以实现拆分 总量呢即是1000亿全部流通 而并非以单张的形式去流动 会极大的去增加持有人的一个共识玩家 那么第二阶段是众多的B2C20的名文呢 拆分以及关于Pine的一个交易量的上升和价格的上升 会进入一些中心化的交易 全球的生态的交易状态 那么第三阶段成为名文圈最具有价值共识支撑的命名文啊 命币名文 那么同时和Pineinterwork项目同时推进 促进Pineinterwork发展并建立Pine的swap市场 那也就是说他以后做一个交易所了 那好 这就关于他的这个白皮书就讲完了 那这里面呢就非常浓厚的一个中国气息 那我认为可能就是一个中国社区去搞的吧 那么在我个人的一个理解逻辑来讲的话 在中文区的一个项目 或者说是韩国的区的项目呢 我们做起来有时候都可能自己有一点信用余悸 因为我以前在中文圈的一个其他项目当中呢 也有摘了非常多的一个跟斗 那当然这个里面我们也不能说是就一杆子铲死 是吧 一杆子打死 我们也要对别人保持一个希望 我们希望他以后会发展的更好 那么每个人都每个人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出发点 或者说都是想去挣钱 那么首先讲一点 那些去问我的一些先锋 他们讲说这个Pine到底和Pineinterwork有多大关系 那么他未来的价值是否和Pineinterwork会一样的去成长 那首先我说一下这里面 他从白笔书上面的一个理解来讲 Pineinterwork和Pine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他们完完全全是独立分割开来的 那么他们唯一能够扯上关系就说制造这个Pine的人呢 他是以前是Pineinterwork社区里面的人 也就说他在挖Pineinterwork 然后他呢现在去做了一个项目叫做Pine的项目 那么仅此而已 他和Pineinterwork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是关系第一 那么第二就是大家关系的在这个币圈当中 Odinus协议 那么和未来的Nair2 那么哪个赛道更好呢 他这里讲说Odinus的这个明文赛道呢 其实是比较OK的 他讲说未来的可能是会会成为一个牛市的爆发点之一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明文赛道 其实已经爆发了 而且不光是Pineinterwork这个赛道 而且其他的这个明文赛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还是发展比较不错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进入的话 到底是中位进入还是高位进入 如果说你是作为一个投资的人的角度去讲的话 你有FORM情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但是你要考虑好你的个人策略 现在进去是不是一个最佳时机 这个现在的这个Pine呢 应该是作为一个二级市场去看待 或者说把它看成一个金融衍生品去看待 它和真正的这个加密货币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在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投资策略 那么其实再来说一下 大家所关心的Pineinterwork的成长 会和Pineinterwork拿上关系吗 就是Pineinterwork成长得更好 那么Pineinterwork就会发展得更好 是不是这样呢 答案是并非的 因为Pineinterwork发展是基于它的一个生态去发展的 比如说Pineinterwork未来的生态做得非常非常好 用Pi币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Pi就会发展非常好 而这个Pine呢 甚至和Pi呢是切割开来的 它们完全是没有关系 只是说它利用到Pineinterwork里面的既有的那个流量 在这个Pi圈里面去把这个口号打出来之后呢 让大家去等待Pineinterwork的同志 觉得无聊 好像没有什么钱可挣 那我们要不要去进来了 那如果说Pine以后去进行公开性的组长之后 那个Pine代表还会不会去发展得更好呢 这个呢是值得大家去深思的 因为如果说Pineinterwork现在已经公开性的组长之后 谁还要去玩这个Pine的项目 而且Pine呢 它是搭载在BRC20之上的一个项目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公链呢 它是采用的是BRC20的公链 那么从某种意义来讲的话 它和项目方之间是有一点恨铁不张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以前在Pineinterwork里面去挖矿 后面发现Pineinterwork迟迟不去上组长 那好 我单独开放一个打着Pine的旗号去做的一个项目 那其实说白了 有人以前在社区里面就讲过说 哎 这是一个背叛行为 那其实在这里面 如果你说的严重一点 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说的更加委婉一点 就是说 哎 现在呢 让社区里面的人有更好的一个去处 可以去玩玩 现在去可以去玩的项目 那好 这就是关于这一点了 那好 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它后面的 后面呢 也讲了说关于Pine的一个基金会 还有它项目的一个支持方 那好 从这里能够看得到呢 这个Pine呢 它是完完全全具备了加密货币的一个条件 那么它当然是自己没有供链的 自己没有自己的条链 它是搭载在BLC20之上的一款加密货币 那这个加密货币呢 也是一个迷因币 就相当于你在以太坊上面去发行一块迷因币一样的 比如说你在Polygon上面去发行一块代币一样的 它呢 只是说把它搭载在了BLC20比特币之上 然后呢 和Pineinterwork扯上了关系 那所以在这里面呢 如果说我们要去看待这个项目呢 因为大家问的比较多 就说问我队长这个项目怎么样 让我去看看 发表一下我个人看法 那这个里面呢 我相信它应该是一个派先锋 也是一个派社区里面的人去做的 和我呢 是一样的 都是做一个先驱者 那所以我就不好去评判 人家所做的东西是好也不好 那么它也可以说得出 它是给Pineinterwork赋能 也可以说 它是利用到Pineinterwork的5000万的活跃先锋 为它去造势 那么都是可以说的过去的 那至于它里面的一个逻辑来讲 或者未来的发展来讲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的空洞的 没有讲到说它未来会做哪些 那么它没有讲到说它底层逻辑 以及它怎么去做 是吧 它最后的讲的比较多一点呢 有点实质性的价值的地方 就是说它会去做一个市场 做一个交易市场 那么基于它去做一个交易市场 那至于它未来做出来之后 会不会取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 这个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那么作为一款命币来讲的话 它上了交易所之后呢 肯定是有人来去炒作的 那至于它未来的一个发展呢 可能还是要看这个项目方 比如说派赢的项目方 它未来是怎么去考量的 是拿一波钱之后 就慢慢的任期它在市场上面漂流 还是说它拿到这个首批的一个资金之后 会去坐实这个项目 把这个项目越做越大呢 这个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那好 这呢就是关于今天要去给大家分享全部内容 以上呢 给大家讲了说 关于派Network派名文 它是怎么一回事 它和派有没有关系 那么以及大家是否去值得投资它 那么在以上的解读当中 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的观点 和我个人看法 如果你其他不同的观点 或者看法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